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eTRAX实际测试的一个结果 跟在PC端的这个程式开发的进度 在PC这边的话 我选择的是用Python加上TK INTER 这套系统来开发软体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同时跨平台 所以不只是Windows的系统 可以用Linux跟OSX的系统也都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可以很方便更多的使用者 可以跨平台的使用这个软体 那现在的开发进度 当然一开始才刚开始写这个程式 所以还是蛮粗糙的 不过就是基本上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测量的一个情况 那系统的接法跟之前还是一样 就是eTRAX是接到一个10kΩ的电阻 那所以我们改变不同的电压 就可以看到这个 应该会看到不同的电流变化 那我先把这个关掉 那这个开发的 Python的开发环境的话 我是用Idle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以后可能会换到不同的开发系统 好那现在目前的话 这个是一个Python它本身的comment line的一个界面 抱歉 这里是Python的share 那这里呢是这个程式 我们要F5的话可以开始执行这个程式 好那我目前是有一个终端 所以我可以随时间看 eTRAX上面接受comment line的情况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个事情做的就是 我们第一件事做的是先放电 好那这边当然很阳村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预设的一个设定在实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跑的结果 好实际测量的话 我现在是设定每10伏做一个增量 所以我们看到 它每10伏会做一次量测 然后把量测的结果传回到电脑上面 那当然各位看到现在还是 就是这个系统还是 Noise的噪音的 噪讯的情况还是比较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250伏的时候 它的电流是25mA 在这边少写了一个1mA 好所以就是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它的 它的这个测量结果 应该算还是蛮准确的 好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